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秘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穿越时空 探案讲法 辽圣宗时期 朝廷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案件 当朝权臣韩德让 在朝堂议事的过程中 与另一位大臣发生争执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夺过朝堂 护卫手中的戎杖 将另一位大臣当场打死 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 的确粉一索四 那么两个人之间 究竟有什么积怨和过节 竟然在朝堂上大打出手 以至于最后闹出了人命呢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钧教授 为您讲述 辽戴一案 朝堂上的命案 上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是一个因为口角引发的血案 古代有两位大臣 在朝堂上议事的时候 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执 其中一个居然痛下杀手 把另一个的脑袋打碎了 可谓害人听闻 这就是在辽戴发生的一个案子 这个血案中的凶手 叫韩德让 对杨家将故事有了解的朋友 可能还记得 和杨家将多次在战场上 刀兵相见的辽军主帅 名字叫韩昌 这个韩昌的原型 就是这位韩德让 因为他曾经被辽朝皇帝 赐名为韩德昌 能被小说作为 一国主帅的原型 地位自不必说 是非常高了 事实上 这位韩德让在辽国的地位 比小说中描写的还高 既然如此 堂堂朝廷大臣 怎么会在朝堂议事的过程中 使用暴力 还弄出了人命呢 让我们先回到案发现场 在辽圣宗统合初年的某一天 各位大臣都照常上朝议事 金鸾殿的宝座上坐着的是母子二人 一个是当时十二三岁的小皇帝 辽圣宗耶律龙旭 另一个呢 则是她的母亲 承天皇太后 萧燕燕 也就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萧太后 其实辽代的皇后啊 都出自后族萧氏 变成太后以后呢 都是萧太后 但因为萧燕燕 本身的出类拔萃 以及杨家将等文艺作品的关系 大家一提到萧太后 就特指的是承天皇太后萧燕燕 这个时候呢 萧燕燕大概是三十岁出头 因为儿子年龄太小 还不能处置国事 所以必须呢 由她来设政 在朝堂议事的时候呢 她肯定是在场的 当年其实朝堂之上啊 也没啥重要的事情要商议 就是一些例行公事的问题 大家走个程序讨论一下 在讨论其中一个问题的时候啊 当朝的权臣韩德让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主人公 因为一件事情 和当时的卓州刺史耶律虎谷 争了起来 到底是因为啥事发生的争执啊 今天已经不可考了 因为这事呢 实在是太不重要 以至于各种史料啊 都没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我们也就无从推断 但就是这么一件不重要的事 韩德让和耶律虎谷二人呢 针尖对脉王 毫不相让 韩德让是当时担任南院疏密使 又是萧太后的丈夫 也就是辽圣宗的父亲辽景宗 指定的顾命大臣 刚被圣宗加封 开府一同三私 这相当于宰相待遇 风头正盛 那可是炙手可热 耶律虎谷呢 他只是卓州刺史 一周的行政长官 从级别上说啊 和韩德让差好几个档次呢 按道理来说 如果真有不同意见 看到一号全神坚持 那你就保留意见 妥协一下就完了 可是耶律虎谷却不 他偏要和韩德让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来争去 争着争着 两人的声音呢 越来越大 在旁边的其他大臣都感到啊 这火药味太浓了 旧人对二人呢 婉言劝解 都是当朝大臣 何必搞成这样呢 吵来吵去的 有失体统啊 但是这两人呢 都很轴 根本听不进去劝 还是在那儿 一个劲儿嚷嚷 这时候啊 坐在上边的萧太后 也觉得有点太过了 再不压制一下呢 不行了 就准备发话 批评一下两个人 可谁知说时迟那时快 正当萧太后要开口的时候啊 一件让所有人 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恼怒的韩德让 突然挪动身子 夺过朝堂护卫手中的荣杖 一下子就朝这个耶律虎谷 猛击过去 耶律虎谷呢 虽然是武将出身 可事情实在太过突然 谁也没想到 朝堂一事的时候 会有人拿兵器猛击自己的脑袋 一时猝不及防 来不及躲闪 正好就被荣杖 击中了脑门 顿时啊 脑浆蹦出 血流满地 当场毙命 事发突然 在场的大臣们都惊呆了 韩德让魅同宰相 为什么要跟和他 差几个等级的 卓州刺史 耶律虎谷 发生这样一起 致命纠纷呢 更要命的是 韩德让虽为重臣却是汉人 而辽朝是契丹族统治的政权 耶律虎谷虽然官职不高 但却是契丹宗亲贵州 韩德让当朝打死 契丹贵族 无疑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看着倒在地上的耶律虎谷 现场的大臣们 作何反应呢 这个情景啊 让所有人都呆住了 朝堂之上 居然有大臣胆敢当场行凶 打死自己的同僚啊 这是僚朝立国以来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在整个中国古代 也属于汉人听闻啊 看着手里拿着带血的荣杖 气急败坏地站在当场的韩德让啊 最先反应过来的 还是朝堂上的护卫们 朝堂安全 他们是第一责任人呢 于是啊 他们就纷纷冲上前来 团团围住韩德让 夺下了他手里的荣杖 可是呢 人家韩德让是南院疏密使 顾命大臣 大辽国的二号人物啊 所以护卫们呢 也没敢把他拿下 而是围在当地 等候这个萧太后处分 其他大臣呢 先是被突如其来的血案 给闹懵了 一个个呆若目击 等看到护卫们把韩德让围住了 他们也纷纷反应过来 很多官员呢 露出了一形余色的愤怒 韩德让啊 真是胆大妄为 居然敢在朝堂上 善杀大臣 尤其是很多契丹族官员啊 更是难以接受 大家注意啊 行凶的韩德让 我们一听着名字 就知道他是汉人 耶律虎谷呢 一听就是契丹人 而且是契丹皇族 虽说这个辽代所谓皇族啊 并不表示他就是皇帝的尽知血脉 可这耶律虎谷呢 确实是契丹的宗亲贵胄 他的祖父耶律独猎 是契丹六院部的仪里锦 这个官职啊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六院部仪里锦呢 就是南院大王的前身 可想而知啊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耶律虎谷的血统尊贵 也由此可见 这么一个人 居然被一个汉官行凶打死 要知道啊 辽朝可是契丹族统治的政权啊 更让有的契丹贵族 不能容忍的是啊 韩德让虽然官当得很大 可他们家当年啊 是随着辽太祖的树绿皇后 陪嫁过来的奴隶 也就是所谓公愤人 是皇家的私奴出身 大概呢 和后来清朝满洲贵族的包衣 差不多 那不管你后来混得多有钱有势啊 老贵族还是一直瞧不上你 现在就这么一个私奴出身的汉人 居然打死了耶律世的宗亲贵胄啊 那些汽南贵族心里的怒火 是可以想见的 这些贵族们呢 也是官场上的老运动员了 不至于说冲动到再夺过一把戎杖 又把韩德让的脑袋击碎 他们一边呢 面露愤怒之色 一边呢 窃窃私语 等着看萧太后的反应 朝堂之上突发血案 着实让在场的其他人措手不及 韩德让虽然位高权重 可他不但是汉人 还是皇家的私奴出身 他当堂打死皇室亲贵耶律虎骨 激起了契丹大臣们的愤怒 韩德让为什么要不计后果的 在众目睽睽下杀了耶律虎骨 耶律虎骨又为何执拗的 和当时的一号权臣韩德让对着干 这场血案背后的原因 显然并不简单 韩德让和耶律虎骨之间 到底有何恩怨呢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君教授 为您讲述 辽戴一案 朝堂上的命案上级 在说萧太后的处置之前 我们也得了解一下 这个非同寻常的案件 到底有什么内情 作为同朝为官的同僚啊 意见不合 那是常有的事 你们见也不一致 大不了请皇帝裁决嘛 毕竟你们都是为人家打工的 哪里用得着拳打脚踢 来坚持自己的政见呢 不是你的江山 你又何苦这么拼呢 再说了 大家毕竟同朝为官 同僚一场 怎么能因为一言不合 就痛下杀手 而且还是简单粗暴 有失体统的直接下手 这些啊 都难以理解 所以这个事呢 肯定还有这次朝议之外的前因后果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耶律虎谷直拗的和一号权臣对着干 又是什么原因 让韩德让对耶律虎谷如此仇恨呢 耶律虎谷和韩德让的恩怨啊 其实要追溯到韩德让的父亲 韩匡四 韩匡四当年呢 就和耶律虎谷结下了梁子 但是两人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得的 不共戴天之仇 也就是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啊 见解不合 在萧太后的丈夫 也就是辽景宗在位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 景宗派耶律虎谷出使宋朝 当时的辽宋啊 虽然是各怀心思 关系紧张 但还没有撕破脸皮 大打出手 也就经常保持一些来往 这耶律虎谷呢 是个有心人 他在出使宋朝的时候啊 留心观察了一下宋朝的动向 他发现宋朝呢 在整军习武 积极备战 回来之后啊 他就给辽景宗汇报说啊 宋朝极有可能会在近期 攻打河东 灭了北汉 这个说法在当时的辽朝廷啊 属于比较大胆的判断 因为宋朝自打建立以来啊 就几次围攻北汉的都城太原 但都是有始无终 围攻一段时间就走了 走后呢 双方在边境的武力摩擦啊 就一直没停止过 所以当时辽亭内部啊 根本就没有人看出来 宋呢 有一次性灭了北汉这个动向 那听了耶律虎谷说完后啊 当时以南京留守 代理舒密使的寒匡寺 他马上带着一副 不相信的表情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啊 耶律虎谷就分析说啊 你看 南边那些称帝称王的割据政权 像后蜀 南汉 南唐 吴越 都已经被宋朝逐个消灭了 目前就只剩河东的北汉 还在苟延残喘 宋朝 蒋武席战 旗帜不再小 必定是为了消灭北汉 我敢肯定 宋朝近期就会对北汉大举佣兵 韩匡寺这次呢 是明确表示不信了 他觉得这个宋朝实力很弱 蒋武席战呢 不过是日常训练 装装样子 或许就是故意在辽史面前 虚张声势 耍耍威风 宋朝还不能拿北汉怎么样 耶律虎鼓一看 当朝全臣不信 顿时就有点急了 他觉得如果不对宋朝的动向 有所反应 早做准备的话 那等到到时候 宋朝真的去攻打北汉了 北汉肯定支撑不住 如果辽军没有做好支援北汉的准备 那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北汉灭亡 北汉已灭亡 辽就失去了一个牵制中原的有利棋子 损失很大 听到耶律虎鼓的分析 辽景宗也有点动摇 他是很宠幸寒匡寺 但看到耶律虎鼓分析得很有道理 他也生怕万一到时候真的出事了 辽朝损失太大 于是呢 就有点举气不定 北汉是辽朝和宋之间的缓冲地带 也是辽朝牵制中原的一颗重要棋子 在是否支援北汉的问题上 耶律虎鼓和韩德让的父亲 韩匡寺产生了分歧 耶律虎鼓主张防范宋朝 力保北汉以保证边疆稳定 韩匡寺则认为耶律虎鼓是危言索听 辽景宗一度举气不定 最后还是选择听了韩匡寺的意见 那么最终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看到皇帝举气不定 耶律虎鼓就更加恳切地劝说 早做准备采取行动 这一下韩匡寺也击眼 他是汉人 又长期担任南京留守 也就是幽云十六州的幽州一带 他自认为我是中原专家 他就一再跟皇帝保证 宋军绝对不会攻击北汉 还指示这个耶律虎鼓呢 威言耸听 双方就越说越激动 那估计可能讲话的时候 就没那么客气了 可能说了一些很刺激对方的话 这辽景宗也是左右为难 可是主意呢 还是逮他这个皇帝来拿呀 最后啊 辽景宗决定 听韩匡寺的意见 一动不如一静 再说啊 韩匡寺长期处理汉人事务 在朝中的地位 又远高于耶律虎鼓 那也要给韩匡寺面子嘛 皇帝一锤定音 不曾想啊 听从韩匡寺的意见啊 让大辽国啊 蒙受了巨大损失 刚转过来年 宋太宗呢 就率领大军 北伐河东 攻打北汉 宋军 由于准备充分 士气高昂 行动很迅速 一举啊 就灭掉了北汉 辽军呢 由于为做好相应准备 根本来不及 做出有力的救援 刚刚派出小谷部队 和宋军接触啊 北宋的灭汉之战呢 就已经结束了 那辽呢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父子之国 北汉啊 灭亡了 从此失去了 和北宋的缓冲地带 可以想见 辽景宗呢 绝对是又气又悔 他当着众人的面 表扬耶律虎谷 说他有见识能料识 还不忘加上一句叹息 五余匡寺 律不及此 啥意思 一方面是自责 另一方面啊 就是打寒匡寺的脸 你享受朝廷的高官后路 又担任主管军政的疏密室 你对军政大事 就这么点见识 寒匡寺的心态呢 我们自然也可以想见 拍着胸部保证说 不会发生的事 最终还是发生了 让国家蒙受 这么大的损失 当然是惭愧的 无地自容了 惭愧过后 他就恼羞成怒 恨上了这个让自己 出乖露丑的耶律虎谷 两人的梁子呀 就这么解下了 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 寒匡寺的军政才能 和他的地位根本不匹配 这也难怪 他的特长啊 本来就是医术 而不在军政大事 他的医术呢 是很高明的 尤其是为辽木宗 辽景宗这两位 体弱多病的皇帝治病啊 效果很显著 因此呢 深得宠信 他的问题在于啊 自我定位不准 他不甘心 仅以记忆来侍奉皇帝 而热衷于朝政得失 那结果呢 经常就料事不准 出现失误 后来啊 还险些因为一物军机 被辽景宗杀头 那耶律虎谷这边呢 一方面 出身契丹贵胄 不大看得起 皇室私奴出身的韩氏 另一方面啊 他确实颇具军政才能 对事情的见解呢 要超过主管军政的韩匡寺 这次露脸之后啊 他更加轻视这个 德不配位的领导了 估计后面呢 就更不买韩匡寺的账 但是不买账归不买账 人家的官位 毕竟在你之上 你还得听人家发号施令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一个能干 但不服领导的属下 和一个气量 没有那么大的领导 两个人的怨气啊 就越积越多 作为韩匡寺的儿子 韩德让 他自然对这一切啊 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的 所以等到他 一招全在手 帮了顾命大臣和书密使 耶律虎谷还不服他 那就心脏脏脏一块算 直接向耶律虎谷 下厮手 这就出现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朝堂血案 在处理北汉问题上 韩匡寺的错误判断 给辽朝带来了严重后果 也招来了辽景宗 对自己的质疑 相反 耶律虎谷 却得到了辽景宗的赞扬 这一次 韩匡寺算是彻底输给了 耶律虎谷 恼羞成怒之下 更是加恨于耶律虎谷 多年之后 韩德让当庭杖杀耶律虎谷 这似乎是此报复仇 但是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钧教授 为您讲述 辽戴一案 朝堂上的命案 上纸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秘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穿越时空 探案讲法 这件事情呢 似乎会让人觉得呀 这韩德让 是个暴虐自衰的人 凭借权势 居然就敢在朝堂上 击杀同僚 可谓是胆大妄为 其实啊 并非如此 从韩德让的一贯表现来看呢 他是个很有分寸的人 史书上说他 众厚 有志略 明智体 而且呢 以锦翅文 也就是说 韩德让谨慎 讲规矩 是出了名的 辽景宗和肖太后呢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看中他的 那么 这么一个人 他怎么会因为 父亲跟别人有过节 就在朝堂之上 挟私报复 善杀大臣呢 其实啊 韩德让打死耶律虎谷这事 肯定有韩黄寺 和耶律虎谷不合的 这方面原因 韩德让作为汉人 他的孝亲观念比较重 那么对于父之仇 不与共戴天的儒家教会 他是牢记在心的 所以呢 他要打击父亲的仇人 但是如果我们 仅仅把这件事啊 看成是韩德让 牙字必报的结果 那未免有点简单化 也是看低了 韩德让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韩德让不是一个 气量狭小 爱记仇的人 有一次呢 韩德让向肖太后 推荐一个人 这人名字啊 叫耶律乌布吕 当时担任的是 东陆军统军都监 韩德让举荐说啊 这个人有才能 可以再升一级 担任统军使 肖太后听了以后啊 觉得有点奇怪 他知道耶律乌布吕 和韩德让呢 有过节 曾经冲撞过韩德让 他就问韩德让 哎 你怎么想起 推荐这个人呢 韩德让说啊 耶律乌布吕 确实和我有过节 但这正是 他的可贵之处 太后你看 我居于相位 他尚且坚持主见 不肯屈从于我 那对于其他官员 贵族啊 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是因为 他顶撞我 才了解他的 才华和志气 知道他可以 为以众人 如果您能让他当统军使 必定能够政府各部 这肖太后呢 也是从善如流 他不但听 韩德让的意见 让耶律乌布吕 担任了统军使 还加金子重禄大夫 和简教太尉的待遇 耶律乌布吕啊 后来果然干得很好 从这件事可见 韩德让 他不是一个 雅兹必报之人 而是能够做到 举贤不避仇 有宰值大臣的 气度和风范 因此 将他打死 耶律虎谷这件事 简单定性为 为了报父辈之愿 就善杀大臣 还是有点 太浅层次 这里面呢 另有隐情 那么 这件血案 深层次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萧太后 会如何处置这件事 韩德让的最终命运 又将如何呢 我们下次再讲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 栏目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辽胜宗时期 汉族权臣 韩德让在朝堂之上 因为口舌之争 当场打死了 身为契当贵族的 耶律虎谷 这一突发事件 使契当官员 群情激愤 可萧太后 非但没有惩罚韩德让 更是对她极力袒护 这背后 隐藏着哪些 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西南民族大学 李文君教授 下期节目中 将为您讲述 辽戴一案 朝堂上的命案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